大家请试想一下 一辆停在太阳底下暴晒的车 车厢里边的温度将会有多高 那些什么吃喝拉撒这些事情 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没有什么事情是比控制温度更重要的事情 我把我们常见的这些隔热材料 分成了三个大类 第一个大类是高分子材料 第二个大类是矿物棉类的 第三个大类是纯天然类的 今天我的这期节目 把它们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清楚说明白 当您看完这期节目 相信大家以后绝对不会再迷茫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第二个大分类 矿物棉它包括了盐棉 矿棉 玻璃棉 陶瓷棉等等 它是由矿物制成的棉状纤维的总称 由于这些矿物棉 它们的功能非常类似 所以在各地的批发市场上 这些老板们会给它们起各种各样的名字 就比如说防火棉 吸音棉 矿家棉等等等等 曾经我在装修录音棚的时候 就遇到过装修工人们 对这些名字进行二次创作 就比如说那个吸音棉 在包工头的嘴里边又变成了基音棉 其实包工头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做的 他自己总觉得是跟生物科技有什么关系 所以当以后大家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名字的时候 大家先不用惊欢 今天你看完我的节目以后 你就一定不会再迷茫 好 首先我们拿我们最常见的盐棉来说 盐棉它的主要成分是灰绿盐 白云石 铁矿石 铝土矿 等等这些天然盐石 把这些东西加温到1500摄氏度 让它变成盐浆 再把这些盐浆拉成十几微米粗的细丝 等到这些细丝冷却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蓬松 并且细短的一些纤维 然后我们再用树脂 把这些散碎的纤维给它粘合起来 把它叠成我们所需要的厚度 这就得到了我们市场上售卖的盐棉卷 矿物棉它具有保温 反火 吸音 抗震等等的特性 所以在房车改转当中 有很多朋友也选择了矿物棉来做隔热 矿物棉的导热系数是0.037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导热系数越小 这个数字越小 它的隔热性能就越好 矿物棉导热率只是铁的1648分之一 所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隔热材料 并且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它的制造过程 它们都是用天然盐石拉丝形成的 所以它是一种绝对阻燃的材料 说到底它就是一种石头 石头很难再燃烧 对吧 在网络上我们可以买到的盐棉材料 通常分为两种 一种是比较松散的盐棉保温卷材 有些产品还会在卷材的两边贴上一些铝箔 这些铝箔可以有效的降低辐射热传导 并且这种卷材可以方便的切割 我们用剪刀就可以方便的把它剪下来 剪下我们需要的大小 把它贴在车里边 在这里有一个误区 我要提醒给大家 在我们做防车隔热的时候 这样有铝箔面的隔热材料 如果你把它紧紧的贴在你的汽车顶棚上 你的汽车外蒙皮上 那么它的这一层铝箔是没有丝毫作用的 这层铝箔它只能反射辐射热 它并不能反射传导热 这层铝箔你要让它起作用的话 那你一定要和辐射源离开一定的距离 哪怕是几毫米的距离 它都能起作用 盐棉还有另外一种 是其结构比较致密的盐棉板材 它和盐棉卷材一样 只不过就是被压得更紧一些而已 由于它的密度更高 它就比较难以切割 所以它通常都是用于建筑内外墙保温使用 我们做防车隔热的话 通常都是用卷材 虽然说矿物棉它的保温隔热性能都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在没有做好防护的情况下使用 它对人体的健康危害会非常的大 那大家回忆一下 如果是80后90后 我们小时候我们经常会见到的石棉瓦 用来作为一种临时建筑的瓦片 它隔热性能很好 而且雨水打在上边 它的噪音也会很低 为什么那么好的材料 现在大家都不用它了呢 就是因为它对健康的危害非常大 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石棉 石棉和我们前面所说的矿物棉不一样 石棉是一种天然形成的纤维状的晶体 它的这个纤维是大自然把它造出来的 并不是我们人工把它制造出来的 所以石棉矿采下来 它就是这样一丝一丝的纤维 古代的时候 中国把石棉称为石麻 古埃及人曾经用石棉来做木乃伊 还有古罗马银则是用石棉来做灯芯 所以作为一种天然的成本极低的保温材料 石棉已经被我们人类从远古时期一直用到今天 但是在1970年 人们发现石棉纤维对人体非常有害 吸入石棉粉尘以后 不仅会导致肺部的纤维化 而且还会形成成肺病 除此之外还会诱发致气管肺癌 以及其他一些恶性肿瘤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石棉是第一类致癌物 所以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 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已经开始禁用石棉 正因为是很多国家出台了禁用石棉的法律法规 那么这些人造的矿物棉才开始被大量的生产 在这里我自己就有个疑问 如果说天然的石棉它是一级致癌物的话 那么这些我们人类生产出来的人造石棉 难道说它就是健康的吗 我觉得它们都是一样 这都是商业运作 正因为是在70年代 很多国家制定了法律来禁用石棉 那么这些石棉生产企业自然会避开这些法律 去寻找这些替代产品 那么前面我们所说的矿棉 玻璃棉等等这些替代产品就被生产出来了 世界卫生组织又没有规定说 这些新生产的人造石棉 它是一类致癌物 对吧 所以这些矿物棉也就一直生产到现在 这个就是它们的底层逻辑 我来说一下我的亲身感受 我在这样完全包裹矿物棉的环境当中 生活过八年时间 前面我不是提到我曾经专修过一个录音棚吗 当时我用的就是矿物棉 在购买的时候 在建材批发市场 老板称它为吸音棉 它是一种白色或者是粉红色的玻璃纤维 在施工的时候 师傅就反映说 这种吸音棉它非常扎手 弄完以后全身都会痒 会痒好多天 它都是玻璃纤维啊 很细小的玻璃纤维它一旦断裂碎裂以后 它就是一根一根的小玻璃针 小到你肉眼都看不见 但是当它扎到你肉里边的时候 你却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说呢 当这些玻璃纤维被吸入肺部的时候 那它的后果可想而知 05年06年吧 当时呢 还有一个新闻 是美国的一个知名的音乐制作人 他是因为肺癌而去世 最后查出来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使用了这个吸音棉吸入了这样的玻璃纤维 所以呢 我在这个充满玻璃纤维的录音棚里边 生活工作了八年以后 在这段时间里边 我的体会呢 我的身体非常不好 每隔一段时间 我都会有比较严重的上呼吸道感染 大概每半年时间吧 我必定会要去竖一次夜 今天呢 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录音棚环境 大概已经十年了 现在我很少再有那样的呼吸道感染 所以呢 我非常的断定 我曾经的这些呼吸道感染 这些引起的发烧 和这个吸音棉 和这些矿物棉的使用 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用我八年的经历 很负责任的奉劝大家 远离矿物棉 绝对不要把它用在防止改装里边 矿物棉这种东西 你要用它做保温材料 把它用在工厂里边 用在工业里边没问题 但是呢 一定要远离我的生活环境 当年我使用吸音棉的话 也是用了它的吸音的特性 所以呢 也算是迫不得已吧 如果大家只是要用它的保温特性 用它的隔热特性的话 那么大量的这些高分子材料 才是正确的选择 好 前面呢 我们说完了两大类 下面呢 我们就来说第三个大类 纯天然的纤维材料 我直接把这些天然的纤维材料 把它的导热率总结一下 把它打在屏幕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在看很多防车改装的视频里边 很多外国的朋友们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他们拒绝使用这些化学材料 他们坚持去使用这些纯天然的材料 我对他们这样的做法呢 是持怀疑态度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通过我查阅的大量资料显示 一种材料的保温性呢 如果说单看它的导热率 它是不完整的 在节目开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讲清楚了 所有的材料的保温性能都来源于这些材料内部 所节流的空气 正是由于这些空气是良好的绝缘材料 所以呢 才赋予了这些棉织物保温的性能 当这些空气一旦被排走以后 那么这些材料的保温性能就会大打折扣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这些空气可能会被排走呢 那就是当这些纤维受潮的时候 水会占据这些空气原来存在的这些微细孔洞 水的导热率是空气的23倍 所以呢 当这些纯天然的保温材料 比如说羊毛棉花 或者是一些棉织物 当它受潮了以后 那么它们内部的这些微小的孔洞结构内 就充满了小水滴 那么它的隔热性能就会数十倍的下降 这样的话呢 它基本就没有什么保温作用 大家再想象一下 在三十四五度的气温之下 在中国南方的回南天气里边 在有瓷砖的墙上 你用手去抹一把 那个墙上就像是打开了水龙头冲洗一样 在那么高的湿度环境下 如果说我们在房车墙壁里边 大量的使用这些羊毛或者棉花 化纤等等材料来做保温层的话 当它吸满水以后 它被密封在墙壁里边 那么在几天时间之内 它就会开始发霉 一旦发霉以后 它就会变成整个房车里边最大的空气固然源 再加上呢 在密闭环境当中 我们人体呼出来的空气里边的水气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潮湿来源 大家试想一下 当冬天来临 我们呼出来的空气里边的这些水气 被这些羊毛或者是被这些化学纤维吸收以后 然后呢 就会在墙壁里边被冻成冰块 冰的导热系数是2.22 它是空气的96倍 一旦说我们的这些蓬松的保温材料 开始冻成冰块以后 那么它直接就完全散失了保温的性能 在东北零下二十季度的天气里边 车厢完全失去了保温性能 所以我是非常强烈的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些天然的纤维材料来做保温隔热 除非说你有非常完善的反潮方案 好了 这期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些知识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好的看法 您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 我们可以共同来探讨 本期节目呢就说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